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爱听你说 我是肖贤账 今天我们来了这个义和园 因为秋天嘛 出来走一走 过两天就出不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义和园的北宫门 因为北宫门进以后 它会有很多的景点的集散 比如说苏州街之类的 它会很近 所以说如果大家来玩的话 建议从北宫门进 就这个门 接下来我今天带大家看一看 OK 我们走 go Let's go 后边这个就是苏州街 它让它没有开 我不知道是由于疫情 还是由于什么缘故 这个苏州街传说是皇帝 当年带她的母亲去苏州玩 然后她母亲非常喜欢苏州的 这种水箱的这种感觉 然后她回到他们家那边 当年自己也盖了一个 自己做了一个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富好的 那当年秦龙在修建它的时候 它究竟是用了多少心思 它来操板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整个的昆明福 从空中俯瞰的话 它就是整个是一个兽陶的一个形状 然后佛香阁两边是由蝙蝠的这个 这么一个雕塑 这么着它呢 从寓意上来说 就是一个福寿的这么一个概念 整个非常符合中国人对吉祥如意的这么一种 理念的表现吧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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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后就是佛香阁 就是慈禧烧香礼佛的地方 在1991年的时候 花了78万两年的床建 这是义和园最大的工程项目 我后边是知春亭 也就是说它呢是面朝阳 然后呢在昆明湖的东岸边 它是包揽万寿山 还有这个昆明湖全景 还有西山还有西山界景最好的一个景点 文昌运的名字 国古短言言中规模最大 品级最高的文物陈列馆 没有之一 它里边包含了数千件的这个文物 包括什么法郎啊 金银器啊 象牙啊 代表了中国最高工艺水平的这么一个呃 陈列馆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石漆孔条 它为什么叫石漆孔条 因为以中间的最大的那个桥洞 然后王就是王左王右 加在一块比重数都是九个 那么九呢 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杨树里是最大的 它也代表九五至尊的那个皇家的这种这种感觉 而且任何一个桥在所有的景点里都是颜值担当 所以它桥要承担的是不光是说可以通过的这么一个工具 而且它本身就是风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风景里的人看桥上的你 在这儿就是乾隆皇帝可以观看一些节目啊表演啊 细水啊水上的一些节目 一会咱们下去看看 下去的风景就感觉很气派了 它是整个就凸起了整个皇家园林的非常讲究的一面 现在我在的是这个就是南湖岛的中心位置了 也就是说整个的所有的景观在颐和园当中是最中心的 也就是站在这里的就能看出来我现在是对望的佛香阁 对然后西边是万寿山整个是这个魂湖相报 山巒的叠体都能看得见 这是最美的地方了最自然的地方了 这一期的爱听你说Vlog系列就做到这里吧 OK 今天出来的可能有些仓促啊 哈哈哈 然后准备的不算 就算秋油 对就算我们的秋油了 拜拜 拜拜